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更新的一期中 其中有一位姐姐刚一出场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惹得其他姐姐瞬间炸锅疯狂尖叫 她就是张博芝 如今40岁的张博芝 整个人都白道发光 仿佛吃了仿佛剂一样 依旧美得惊为天人 从不可复制的美貌到饱满绝佳的精神状态 张博芝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其实说起来 在一众姐姐当中 张博芝可谓是真正的乘风破浪 因为出道22年 她一直都是站在风口浪尖上 1998年 凭借一支柠檬茶广告 张博芝正式踏入演艺圈 因为清纯灵动的外表 一出道她就被称为小林青霞 玉女掌门人 出道第一年 19岁的她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喜剧之王 并凭借片中眉艳动人的夜总会舞女柳飘飘一绝 一炮而红 之后 她的演艺事业仿佛开了挂斑 一路急速猛进 先后出演了新语中清纯柔美的女护士于秋南 河东诗吼中貌美如花 但刁蛮韧性的柳月娥 无极中用无碍的一生来唤取荣华富贵的清城 由她主演的影片 许多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 让她一度被视作林青霞 张曼玉等传奇女星的接班人 也使得无数少年为她神魂颠倒 这其中就包括谢霆锋 1999年 张博芝与谢霆锋因合作动画电影《老夫子》相识 三年后正式确认恋爱关系 一个貌美如花倾国倾城 一个言如惯欲风度翩翩 两人刚在一起就成为了香港娱乐圈 最亮眼 最被看好的金童玉女 只不过相恋短短四个月后 两人就分手了 分手后张博芝大受打击 还在一档节目中哽咽落泪 表示错爱谢霆锋 只是嘴上虽是吐槽着 心里终究是惦念着 2005年拍摄电影《无疾》时 两人旧情复燃 重新走到了一起 2006年在彼此事业巅峰之际 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那时为了给博芝惊喜 谢霆锋足足花了两个月来准备 即便后来再提起当时的求婚细节 谢霆锋都还激动地声音颤抖 我趁着某天的日落下跪向她求婚 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隔了八九秒才回答我 我觉得那几秒好长好久 也很怕她说不 还好最后她答应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无论张博芝还是谢霆锋 都激动地不能自己 婚礼当天张博芝更是一度兴奋到 局部失忆 就连坐花车都忘了 婚后第二年两人就有了爱的结晶 从甜蜜的二人世界到幸福的三口之家 那时的他们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可惜的是 所有幸福和美满 因为一场燕照门被击得灰飞烟灭 2008年张博芝卷入燕照门事件 这一年 陈冠希将私人电脑送去维修后 网上开始铺天盖地地流传出 其与张博芝、阿娇等人 1300多张性爱照片 在娱乐圈引发轩然大波 之后事件持续发酵 甚至一度导致服务器瘫痪 一夜之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几乎全世界都看到了 张博芝赤生裸体的样子 燕照门事件爆发之后 张博芝的玉女形象彻底崩塌 事业一落千丈 还变成了过街老鼠 被网友追着打 甚至被恶毒诅咒 那个时候 所有人以为她的婚姻也要走到头了 出乎意料的是 两个人不仅没被这一场轰动 全网的风波所打倒 还在燕照门第二年 还迎来了第二个小孩 大家以为他们感情已经恢复如初 并且经过这次大风大浪 再也没有什么能拆散这对夫妻了 可是感情世界里 有些事一旦发生了 就像横在彼此之间的一根刺 稍有不慎 总会刺痛各自的痛点 2011年张博芝 飞机上偶遇陈冠希 两人一起开心地玩自拍 合影留念 照片被媒体曝光后 再次引起热议 网友指责他经历 艳照门依然不知收敛 完全不顾及谢霆锋的感受 还跟程冠希 暧昧不清 沸沸扬扬的飞机门事件 直接成为了谢霆锋张博之 婚姻危机的导火索 2012年两人协议离婚 结束六年婚姻录 之后谢霆锋与前女友王妃 世纪大复合 张博芝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独自生活 离婚后张博芝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客串电影 参加综艺 发行唱片 不温不火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直到2018年12月 因为诞下第三胎 张博芝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焦点 一时间全网都在猜测 孩子生父是谁 有人说是谢霆锋 有人说是周星驰 不过后来都被否认 时至今日 张博芝一直都没有公开 第三胎儿子的生父 但在一次采访时 他表示 自己目前是单身 期待找一个可以聊得来 能一起分担所有的灵魂伴侣 谈到感情问题 张博芝一如既往的眼含笑意 看得出来经历太多风风浪浪 浮浮沉沉 许多事情都变了 唯一没变的是 他依然相信爱情 到今天为止 张博芝的关键词下 依然挣脱不了 艳照门这三个字 即便如此 他的脸上丝毫没有过往 不堪带来的一丝丝自卑 反而要比大多数人 要过得洒脱自在 女人这一生究竟怎么样 才能过得爽 活得萨 其实不外乎这几点 一不等着痛苦远离 而是学会自我疗愈 艳照门之后的张博芝 一直过得挺不容易的 一个人带孩子 赚钱养家 时不时还得面对 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攻击 有段时间 他在节目中曾经说过的话 被恶意解读 大家都在骂他说撒谎 尤其向太承岚 直接在微博公开撕他 辱骂他心里扭曲有 神经病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被人公开在网上这样骂 都未必承受得了 庆幸的是张博芝 不仅都挺了过来 还过得越来越好 经历大风大浪 他早已练就了一身自我疗愈力 明白把痛苦交给时间 只会延长痛苦 放大不幸 不如自我治愈 尽快拉自己出泥潭 才能尽早享受美好 不得不说 他是一个挺洒脱的人 经历过艳照门 离婚 但每次出现 依然能给人一种 岁月静好的感觉 懂得自我疗愈的女人 就是如此 哪怕经历再多坎坷 都能绝地谈气 逆境重生 纵使过去再不堪 依然能脸上有笑 内心有光 心无旁骛地一路向前